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弄的你这儿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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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 别喊 轻点 轻点 消毒必须的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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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别喊了你 走个路你也能给自己摔成这样 我也是服了你了 现在知道疼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老婆 我要说你不能骂我 那得看你到底干了什么蠢事 我 我 我找赵凯去了 这 这是赵凯给你打的 不是 是 是 是我自己 我制定了一个 秘密偷袭她的计划 我就一路跟踪 忍着忍着忍着忙就好 我跟踪她 到她住的那小区了 然后我就刚想看那个草坪上有这么一大号狗屎 我是准备百米冲刺速度 把她狗屎一推 哎呀 让她 让她全身都沾满狗屎 然后我再潇洒地离去 想着挺好 然后呢 然后 就在我百米冲刺的时候 那小区有 有个这么高台阶 我就摔了 我就成这样了 你赵凯呢 赵凯呢 赵凯没事了 她还看到我 啊 但她不知道我偷袭她 她只看到我 我摔了一跤 我为了掩盖一下 我还跟她喊喧两句 老婆 我这计划失败了 但你放心 我一定想别的办法替你出口气 你就是个傻子 你 我那天跟你说那些话 我是逗你玩的 我也就是嘴上出出气 你怎么还真去找他去了呢 你说你是不是傻子 我想替你出口气吧 我知道 所以你给自己摔成这样 我还挺内疚的呢 老公 你以后可别这么干了啊 你说那赵凯 金瘦金瘦的 万一啊 我说万一 她练过 她特别能打 她在伤着你可怎么办啊 那就算她揍我 我也能咬她两口 那我刚瞧你一解气了啊 是不是 能 肯定能解气 好好好 先晾起别动啊 甩个狗吃屎 我看你心情还挺好 还给自己买了这么一个啊 这么可爱的一个创可贴 怎么是这么可爱的创可贴啊 对啊 你看这不是小兔子什么的 多可爱啊 不过呢 跟你还挺相配 你反正也是挺可爱的 好了 快点 快点 你这地方不要再烹水了啊 嗯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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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老婆 傻子 是 顾晓南要跟你离婚 你让我去干什么 就是想让你帮我去问一问 非得离婚吗 为什么呀 老公 嗯 你 你哥们儿挺逗啊 他把他老婆打了 他老婆要跟他离婚 然后他假装很无辜在那儿 问他老婆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所以这 打老婆的男人 绝对都是王八蛋 是是是 王八蛋 咱 咱不着急走 干嘛呀 不着急走 不着急走 这喝点咖啡嘛 跟他玩啊 你跟他玩能学什么好啊 方程我告诉你 你要敢用他那一套来对待我 可不是离婚那么简单 我让你家破人物 那不可能 不是 他是他 我是我 哎呀 我不想在这儿做了 廖老师啊 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没错 这事是我冲动了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你都不能打老婆 是是是 我错了 我王八蛋 行不行 那问题是这错我已经犯下了 现在怎么解决 我可以让他再打我一百倍 一千倍还回来 可以 我认识到自己错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动手啊 他跟我俩发誓管什么用啊 你跟顾晓南发誓去 他不我微信拉黑了 我联系不上他呀 你联系不到他 我 叶老婆在哪儿你不知道 那问题是 他现在离婚协议书 已经放过来了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给我认错的机会了 老婆 那个 老董的意思是呢 如果小楠 他真要离婚 那老董呢 心里有个准备 那见面就直接谈调价了 如果小楠 那只是拿离婚来吓唬吓唬他 那可能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这矛盾就激化了 所以呢 就希望你 去打个前站 探探小楠的口风 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 就这意思 你分析得头头是道的 你挺有经验呀 你去呗 我不能去啊 我一个大男的 我找他老婆离婚 这这这不合适 那我去也不合适啊 上次他来我家我情绪不好 我还把人赶出家门了 那你说 我现在找他去 他要不理我 我不是自讨没去吗 这你不用担心 小楠这人心特别软 而且不记仇 这事说不定他已经忘了 小楠这人特别善良 心特别软是吧 是 所以 你打他这事 我过去他也忘了 你还是可以自己去 你俩这什么意思 都不去是不是 我 那我这怎么着 我 我就签了呗 那我们这儿废话干嘛呀 那签就签 离就离 谁怕谁呀 气质太硬了 这吓唬谁呢 吓唬咱俩呢 你怕不怕 我 我好怕呀 你快签 来来来 我陪着你 我们俩给你做个见证 来吧 走 我给你录个视频 发给顾小楠 全字 这气质 来 来吧 我没笔 我也没有啊 我有 不要着急 笔我随身都带着了 来 开始了 签就签 这你们逼我的啊 别瞎发了 就在最后一夜 廖经理 廖总管 你帮我去问一下呗 就当我欠你个人情 行不行 那我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还爱顾小楠吗 这跟离不离有什么关系啊 废话 不爱就离呗 我爱 我爱她总行了吧 那你爱更给你自己去了 你要是自己不去的话 你怎么能让她知道你还爱她呢 对吧 老公 对 你哪边的呀 你俩是要玩死我吗 我告诉你 杜梦云 我不像方程这么好骗你 你不用找那些有的没的的理由 你就是知道顾小楠 特别想让你去找她 你就撑着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保持你在家里 那个可笑的权威啊 我说得没错吧 对对对 你说得都对 我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行了吧 那您老人家到底去不去 给个话呗 反正吧 我最近确实也没什么事 闲着也是闲着 也不是不能替你跑一趟 但是那地儿 小楠他们家离车好像挺远的 远 远 挺远 我得开车 那我这开车的技术 来回得撒腰是吧 可能还不止 那得加两趟游 两趟 而且如果我跟她聊得 特别投缘投期 聊得太晚了 我得在那儿住一晚上吗 那不行 你不能在外面公里啊 那你让我开夜车呀 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不回来 你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啊 那不是 吃住行都算我的 他也包在我头上行吗 他也交给您 好 给他涨工资 啊 啊 不是 董总监 是这样 我们家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 最近经济确实有点困难 他被你降职了 是吧 工资少拿了三分之一 我呢被换了岗 我只能拿个底线 所以我们这种 这种家庭困难 现在只有董总监你 能够帮我们两口子解决 是 是 你 你俩真是趁火打劫啊 慈雄大盗啊 那算了 各吃各饭 各回各家 我跟我饿了 你回家给我做饭吧 行 等等等等 重点是他加不加心 这事我说了不算 这样 如果这个项目顺利谈成 我给他打个大红包 这总可以了吧 老公行吗 行吗 行吗 行吧 行吗 那我考虑考虑 考虑 嗯 谢谢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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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这里 酒店 喂 老婆 去酒店干吗呀 我们要去吃大餐吗 少废话 是我 去吧 喝了 吃饭了 我要去吃饭了 我是咱俩傲在生活的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我给你吃饭了 一些饭了 我味道的你喝了 我的身份证 方先生是吗 是 这是您的房卡 房间号是2318 房卡 谢谢啊 不客气 还房针 好 老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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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 这 这 怎么穿成这样啊 不好看吗 好看 不是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这 结婚纪念日 不是 也不是啊 今天是我的细育日 生个孩子玩呗 不是 你确定啊 确定啊 干吗去 我洗个澡去 不用了 我嫌弃你 我担心有味儿 我习惯了 不 我还有个问题 说 怎么就突然想生了 你不想要孩子吗 我当然想了 但你之前说过 我就不像个当爹的样 你不愿意生 那你得说清楚啊 你不能让我这么毫无准备的 执行这么伟大而神圣的使命 赵凯不是想架空我吗 嗯 我不能任由他摆布 我要利用这个时间 生个孩子 对冲一下风险 等孩子一落地 我重振旗鼓 我弄死他 好 王罗 我 我支持你 不过总感觉 我们生孩子 不是为了我们的爱情 是为了跟赵凯踩杠 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孩子 是不太公平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生不着 生 不是 怎么了 疼死我了 不是 哪儿疼啊 压到我那增生了 哎呀 不是 我看看 来来来 手可重啊 不是 那你自己摸摸 怎么回事 我比以前变大了 大 真的假的 这事我能瞒你吗 那你平时怎么没感觉啊 平时不碰他 没什么感觉 那 那我现在陪你去医院吧 咱看看去 得看看 几点了到医院 现在就剩急诊了 看什么呀 那那咱收拾收回家 明天早上我陪你去 老公你知道这套街 一晚上多少钱吗 退了呗 我定的是不能 推款的那一处 哎呀 你说你 你生个孩子 在家里生不就完了吗 你非得跑到酒店里生 你不是浪费钱吗 我花了钱 花了心思 搞一次浪漫 你还说我是吗 我 哎 不是不是不是意思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 家里不是一样 也可以浪漫吗 那好了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 那要不你 忍忍咱今儿浪漫 没有心情 好嘛 走开 好嘛 哎呀 好嘛 滚呢 好嘞 你亲点啊 好嘛 好嘛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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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老公吗 对啊 不像吗 你老婆胸前 长了这么大的肿块 你都不知道吗 现在才来检查 对不他 工作挺忙的 没事您别管他 您直接跟我说吧 我这 什么情况 你现在可以办理住院了 住院 不是怎么就住院了呢 有可能是乳腺癌 要进行手术活检 不是 医生啊 这 这检查他我也看了 没有癌症两个字 没有 你看这个 白瑞斯分离 四级 也就是说 它是可疑性病变 需要临床干预 你这个肿块啊 要通过手术 才能确定是 是恶性还是良性 那就必是 倾向于恶性 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紧张 还是有概率的 概率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到六十 能治好吗 如果是早期的话 治愈率还是很高的 患者五年的生存率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五年生存 治好也能治愈过五年 不是这个意思 五年的生存率呢 是指癌症患者呀 在手术和治疗之后 这五年之内没有出现 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 那之后的 扩散和转移的 几率就非常小 这可以认为是达到了 临床治愈 癌症呢不同于其他的疾病啊 是很难治愈的 我们呢一般是通过 患者的生存率 也就是五年的生存率 来评价手术和治疗的效果 那癌症晚期五年的生存率 是多少 以现在来说早晚期为时过早 我建议你们还是赶紧 住院做一下检查再说吧 您先大概说一下吧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百分之二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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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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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个呢 住院和手术的费用是多少 大概三万吧 那如果确诊是癌症的话 后续的治疗需要多少钱 这个不好说 几万到几十万都有可能 谢谢您啊 不是 你怎么走了呀 麻烦点一下 麻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婆 老婆 咱啊 先别着急 这说不定是误诊的是不是 咱多换几家医院 多看看 听医生怎么说 而且我分析啊 这个医生为什么说这么严重 就担心咱们不够重视 咱不先说了 我先开车啊 你等我啊 咱回家说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老婆 师傅 停车 聊啥你等等我 你别走啊 姑娘 旁边那车的人 好像在叫你啊 不用管他 好嘞 明白了 姑娘 那车现在已经被我甩老远了 你们俩这到底什么仇什么愿啊 没事 没什么大事 对了 您这到底要去哪儿啊 您随便开吧 不是 您好歹说一天啊 您先开着 我想想 得嘞 这还是关机啊 咱还能去哪儿啊 你们替我想想 哎 先冷静点 该找的都找了 他又真不想让你找到呢 我觉得你跑断头也没用 哎呀 他干嘛躲起来啊 那方程不是我说你 你对廖莎也太不关心了 他生病了你都没发现 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我早就让他去医院 他自己不去呀 这次要不然我逼他去医院 他还不去 我之前反复跟他说 身体第一 工作室你先放一边去 他说我什么 说我没出息 这么急死我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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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 其实公司每年都有体检 但他每次都这也可忙不去 我好知道这样 我就该压着他去体检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是报警吧 我安逸他 您怎么压了 您怎么压了 老婆你去哪儿了 急死我了 方程你是觉得 我生命就是很光荣 是吧 你巴不得别人都是了 是吧 廖莎你说这个话 我会担心 我们身体是别人吗 廖莎 那个 方程也是担心你 你看你一直找不到你 我们都特别着急 你说你怎么那么见外 有什么事你说呀 半斤找不到人 我们多担心啊 对呀 朋友这个时候不用 什么时候用了 刚才师姐跟我说 她认识省肿瘤医院的专家 咱这儿没有专业的肿瘤医院 要不明天我请假 我带你去省里 看看专家怎么样 对呀 我帮你都安排好 你们过去就行了 廖莎你就去吧 公司这儿我帮你顶着 赵凯遥就找你麻烦 我帮你搞定 我想想 你还想什么呀 你就听我的赶紧去 你们都想得挺周到的 我也需要想想 那今天想不动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都敲半斤 陪风尘找你一整天 那不谢谢我们就算了 还赶我们走 谢谢 可以走了吗 小娜 料啥敢回来 让她好好休息吧 咱们回头再说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那就跟我们说啊 我送你了 你们的办法 那去照顾好她就得了 走了啊 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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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别怪我 把这事告诉他们 我以为你找师姐他们去了 所以我才给他们打电话的 没事啊 老公 这是什么事啊 你这太平静了吧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 一哭二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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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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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不见了 大牙洗脸 吃饭了 饿着干嘛 快去啊 好 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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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